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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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常收看幸福空間的觀眾朋友 一定知道張新的582美式風格 在幾年下來 張新的團隊也累積了不少的作品 那在這樣子的風格裡面 開始我們也會有一些多元不同的變化 我們會加入一些童話的風格 或者古典或者現代或者是更鄉村的感覺 進到我們的空間當中 我們為了要讓大家更了解張新的風格 因此張新團隊設計了一個風格時鐘 這個時鐘呢分成六大類 第一類呢就是當代古典 它是十二點到兩點的位置 它是比較黑白對比 然後會有一些現代感的家具進到空間來 它是比較清透古典線條比較少的空間 那在兩點到四點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張新基本風格 它代表著空間的乾淨跟浪漫的氛圍 那四點到六點之間呢 就是張新的童話風格 這個意思呢就是說在我們的造型上 都會有一些比較童話的元素 或繪本的風格 或者是多元的色彩在這個空間裡面 那六點到八點就是張新的濃厚古典風格 我們的線條堆砌的會比較多 空間的感覺也會更優雅更浪漫 那在八點到十點呢 它是代表著張新華麗當代的美式風格 那在這樣子的風格裡面 它呈現的感覺是比較大氣跟俐落 然後它在線板或家具的堆砌上 都會比較厚實跟穩重 那在十點到十二點 它代表張新多元的混合風格 它代表的是創意跟特色 意思是進到這個空間來 你會覺得這個空間其實是非常搶眼 某一些地方它具有非常特色性跟對比感的 那透過以上風格時鐘的分類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張新的風格 其實張新的美式風格不是只有一種 它其實是可以富含著多種多樣的變化 來呈現這個張新的風格 找新的風格 找新的風格 我們只能夠